開啟另外一個範例題 這個範例題的話請各位就開啟 一樣是跟人事之類有關的 不過它叫人事分欄 其實這一題的規則蠻簡單的 基本上的話它就是希望把某一欄的資料 把它分成四個欄位分別放置在不同的位置上 這邊說明一下 第一個啦,其實它 這邊把它結,在背後有 主要各位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這邊的表格資料 其實未來是要刪除掉的 也就是說先讓你們知道一下,示意一下 那首先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B欄的資料 那B欄你會發現 跟那個後面右邊的資料有什麼關係呢 你會發現這邊的話呢 它的規則是什麼 入職時間 入職時間有沒有 姓名 公號 內部 號碼 那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B欄假設是一個資料來源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B欄的資料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DEF區 那本來是一欄 把它拆成四欄的意思 也就是說本來是縱向的 把它改成橫向的 橫向的話呢 本來是單一欄的 把它分成四個欄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快速的幫我把它完成 這個動作 當然呢 待會請各位第一件事 看上面資料 這個先把它刪除掉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以前的做法 那你想說如果 假如你沒有想到比較好的方式的話 那變成你要塗法鏈鋼 怎麼塗法鏈鋼呢 變成說你要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日期有沒有 複製貼過來 假設這樣 複製貼過來 那再來的話 下面一個什麼 姓名嘛 有沒有 縱向的 假設以前啦 Ctrl C Ctrl V 聰明一點可能 那租個租個貼 可是問題 這太浪費時間了 如果你這個 公司的員工 幾萬個人的話 那你貼 當然永遠都貼不完 OK喔 而且這一次貼完 下一次還要再來一次 所以呢我們 這一題的需求是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 縱向的這一欄 一把他分成4 而且要把他橫向的放 第二個的話呢 放過來之後的話 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這個資料的 什麼呢 前面會多出一些 欄位名稱部分 那基本上這些都重複啦 而且呢 上面已經有欄位的名稱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 需要什麼 把資料 先 複製過來之後 第二件事情的話 也就是要把前面的這個 欄位名稱給去除掉 那這地方 該怎麼做 OK喔 當然你們可以想想看啦 當然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用裡面 所 他給我們的函數 試試看啦 當然如果你實在想不出好方法的話 變成你可能就要塗法煉鋼了 當然 我們 學習這個課程呢 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說你不要用塗法煉鋼的方式 不然的話你永遠沒辦法提高你的效率啦 那用哪個函數 會是比較恰當的 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們用之前講過那個所謂的查閱與參照 裡面的Vidle函數的話 那當然你會發現如果按確定 沒有辦法查 其實基本上 理論上就不符合之前 的規則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之前喔 資料來源 它是一個Table 那如果是一個Table 你可以這樣查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一個Table 像這個是 這個是 一個單欄的一個資料 那基本上它就不是一個Table啦 OK 那我們就沒辦法用Vidle函數 所以如果你不用Vidle函數的話 有沒有辦法用別的函數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邊給各位提示啦 基本上喔 在那個解釋與查閱與參照裡面的話 幾個函數可以完成呢 基本上喔 你用Index可以 用Interest可以 另外的話 我記得用Offset其實也可以啦 那但是 比較 常用的 基本上喔 還是以那個Index 就是 比較經常用到這個函數 那至於呢 Index函數怎麼用 你們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按確定 它會有兩組參數啦 不過一般我們習慣用第一組 按確定 那 再來的話 你可能了解一下 當然你如果沒有用過這個Index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它必須給它 三個參數資料 哪三個參數資料 第一個 它會跟你要什麼 Array Array的話通常喔 大部分就是指的是一個清單 或是一個範圍 或是一個表格 那 其實白話意思啦 我這邊講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你的資料來源在哪裡 我的資料來源 其實資料來源指的就是這個啦 B2一直到B的最下面列 這個範圍 OK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Raw Raw的話指的是列 Lumber的話 指的是列數 意思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列啊 哪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基本上喔 入職時間這個就第一列 姓名的話 第二列一直類推 也就一直往下 重向的話呢 就是列啦 那Column的話 就蘭 Column number 意思是蘭數 那意思是說 針對 上面這個ray 那你要取的這個範圍 是哪一蘭 那基本上喔 這邊 只有一蘭而已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Column number的話 永遠都是1啦 因為這邊只會有一蘭 不會有第二蘭 所以呢 如果我們需要變動的話 最最最重要是這個 Raw number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array 這個array先選一下 B2 向下嘛 Column是不是向下 然後呢 我Column一樣是1嘛 所以 第一個跟第三個 這個 部分呢 是固定的 那會改變的話 只有Raw number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取 這第一個資料的話 那我就Raw number 給1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他取 入職時間嘛 那如果我輸入2的話 他會得到什麼 他會得到流洋盒 有沒有 那如果輸入3的話呢 那他當然要往下 功耗 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這23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呢 假如我要分別取得什麼 取得這些資料放在這邊的話 你當然第一個這邊按確定 那這邊就有入職時間嘛 那如果下一個怎麼辦 其實喔 公式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喔 只要把這個數字變更就可以了 其他 都一樣 OK 也就是說我今天啦 假如把這個公式複製起來 貼過來 有沒有然後呢 把那個 第二個參數 本來是1變2的話 他會得到什麼 就流洋盒 那一直類推 再來貼過來 當然喔 就變 這邊變3啦 可是問題來了 我當然不是要叫你一直 一直去變更啦 如果你要用貼的話 那不是要貼 還是一樣 好像似乎沒有快到哪裡去 所以喔 其實我們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啦 我已經知道用index 但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我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先讓它產生一個什麼 1 到4 有沒有 這邊到5啦 5到8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就9 9應該到12吧 有什麼方式 所以其實喔 我們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的話 先產生Raw Lumber 所要的這個數字 第二個階段的話 再把那個公式 放到這個Raw Lumber裡面 其實喔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 1234 那這裡的話 再提示一下 其實 所以啦 你們要對裡面的函數 盡量熟悉啦 第一個你可以 如果你要產生1234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Column 按確定 Column什麼 Column就藍 什麼意思喔 為什麼是4呢 因為它在第4藍 所以如果我要讓它變成1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把它-3比較好了 打個勾 Column-3 那你如果向右偷拉的話呢 這時候它會變1234 有沒有 如果向下的話呢 還是1234 為什麼 因為Column呢 他只會 去 幫你去 怎麼樣呢 找到你現在所在的藍的位置 他不會管你在哪一列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假如 我這邊 就是 藍OK 1234 1234 但問題如果說我希望 假如說呢 它在第2列的時候呢 不要加上4的倍數 可是在第3列的時候呢 加4的1倍 有沒有4的1倍的話 那不就5 6 7 8 那這裡的話第4列的話就是5的2倍 5的2倍就9 10 11 不是符合這個規則嗎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需要做一個 怎麼樣 一個數字表格的話 那很簡單嘛 我可以在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幾倍 加上 什麼的幾倍呢 4的幾倍 有沒有 那4的幾倍 當它在第2列的時候 它不要加4的倍數 所以我可以什麼 利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r r的話叫列的意思 小瓜糊 那r它會取得什麼呢 但如果你這個地方不太所r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 這邊插入一個r函數 這個r函數的話呢 就是可以什麼 可以 幫你抓到你現在所在的列 有沒有 向下 它就 234 你現在在哪一列 那如果說要加上4的幾倍的話 你可以這樣 4 減掉2 也就是說 目前在第2列的時候 我不要加4的 4的1倍 就4的倍數 那如果當它為3的時候呢 就加上4的1倍的話 那我只要先把它減掉 再乘上多少 乘上4不就好了 如果打勾的話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它會出現什麼 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一直在一推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規則 放到這個後面 加上r r 怎麼樣呢 先減掉它現在所在的列 因為我這一列 我不加上4的倍數 那我再下一列的話呢 加上4的1倍 那我再乘上4就好了 那你就看你有幾籃 如果你有5籃就乘上5 一直在一推 OK打個勾 好 這樣公式完成之後的話 我把它向右 再向下 你會發現得到什麼結果呢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表格 那我只要怎麼 把這個裡面的 這個公式 再放到 index 裡面的row number 那不就可以 得到我要的那樣的一個效果了 反正向右向下 就自動幫我把所有的資料呢 本來是在一欄 變成在四欄裡面 OK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階段 先試試看 產生一個這樣的表格 我印象中應該 產生到 1到32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公式 放到index裡面 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第一步呢 先了解 column跟row 這兩個函數 讓他 在這邊變出什麼 變出一個 1到32的一個表格